如果说谁是世界上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,那么除了美国之外,就是波兰。 波兰和乌克兰已经好到不分彼此的地步,连国界线都可以模糊化,杜达和泽连斯基在波兰议会就插舌晚了。 为了体现兄弟之情,乌克兰最高拉达还制定了法律,允许波兰人在乌克兰的国家机关、战略企业、法院、检察院任职。 波兰也声称自己会无条件支持乌克兰。 据美国新闻周刊16日援引泄密文件称,乌克兰计划于4月30日对俄罗斯发动春季攻势。 此消息真为莫辩,因为美乌双方既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。 然而,就在这关键时刻,波兰人却带头在乌克兰背后捅了一刀,匈牙利、斯洛伐克也已经跟上,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正在准备。 波兰人这一刀对乌克兰造成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伤害,更会造成精神方面的打击。 今年开春以来,乌克兰正准备将去年积压的和今年收获的农产品销往欧洲,以获得宝贵的外汇收入。 农业收入在战前就占了乌克兰收入的25%左右,目前比重已超过了40%。 如果乌克兰在春天卖不出农产品,那他就会跟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所说的那样,从经济角度看,乌克兰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。 波兰会不清楚这一点吗?但这位兄弟是怎么做的? 4月15日下午,波兰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后宣布,波兰将禁止从乌克兰进口农产品,甚至不允许其过境波兰,该禁令有效期至少到6月30日。 禁令清单包括蛋不现鱼、穀物、糖类、干饲料、种子、酒花、亚麻、大麻纤维、水果、蔬菜、果蔬制品、酒类、牛肉、牛奶、奶制品、猪肉、羊肉、鸡蛋、禽肉、农用酒精和蜂蜜。 接着,匈牙利农业部长斯蒂芬·纳吉·伊斯芬内蒂也宣布布达佩斯将对基辅实施同样政策。 4月17日,斯洛伐克跟进宣布,自19日起暂停从乌克兰进口农产品。 如果罗马尼亚也采取同样措施的话,那么乌克兰将完全失去欧盟市场。 卖给北边的白俄罗斯显然是不可能的。 乌克兰对波兰的行为感到愤怒,波兰甚至事先没有跟乌克兰磋商,就要迫使乌克兰接受继承事实。 乌克兰农业部指责波兰的决定与之前两国达成的协议相矛盾,要求重新谈判。 乌克兰农业政策部长索利斯基的谈判计划是,周一波兰,周二匈牙利,周三罗马尼亚,周四斯洛伐克。 他表示至少要先让波兰同意让乌克兰农产品过境。 欧盟目前立场偏向于乌克兰,昨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米利亚姆表示,贸易政策是欧盟的专属权限,单方面行动不可接受。 问题是冯德莱恩在装死,他从中国回去后整整十天没有发推,发的第一推是转发泽连斯基的帖子关于复活节的。 农产品问题闹到今天这个地步,与冯德莱恩的无能有着直接关系。 三月底,波兰、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五国总理就写过联名信给冯德莱恩,请他干预乌克兰农产品的问题。 但冯德莱恩当时的主要任务盯着马克龙,他压下了这件事,他并不认为波兰敢挑起内讧。 结果波兰说插刀就插刀。 波兰现在有点欧盟领袖的感觉,而且他认为德国不会反对此事,因为德国在意的是工业,而法国也不会反对,因为这对法国春季销售农产品有利。 就事论事的话,波兰也得维护本国的农业利益。 3月份,波兰农民就聚集起来封锁了Hrubezo铁路过境点,其他过境点也遭到了围堵。 如果波兰政府不拒绝乌克兰农产品入境,那么封锁行动将持续到夏天。 现在正值东欧农产品大卖时节,但乌克兰农产品不仅量大,而且价格低廉,欧洲批发商在采购大宗商品必定首选乌克兰农产品。 这样一来,东欧就会出现古剑商农问题,对老百姓来说,什么乌克兰兄弟情本来就是鬼扯,多卖点钱才是最重要的。 这样看起来,波兰政府的决定是有依据的。 但为什么说波兰缺了大德? 去年俄乌军事冲突爆发,波兰政府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,疯狂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,又是给钱又是给物。 杜达政府还鼓励乌克兰西部多种经济作物,波兰愿意提供市场和过境通道。 俄罗斯从去年5月份开始将打击目标限定于马里乌波尔等工业城市,乌克兰产粮区春耕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,外逃的农动力也有很多回来。 乌克兰理想的局面是,乌克兰农产品通过波兰等国在欧洲卖出好价,同时,波兰农民通过波兰政府补贴政策弥补了损失。 这不是双赢吗?团结起来气死俄罗斯。 然而,问题远不是乌克兰想的那么简单。 欧盟成员国补贴农民是有为欧盟市场经济原则的,更何况波兰政府也没有这么多钱可以补贴农民。 本来欧盟对乌克兰农产品一直采取配额制并有关税壁垒。 只有欧盟成员国农产品才享有免税待遇,乌克兰主要是通过海陆向全世界出口农产品,欧洲市场只占其出口总量16%左右。 去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,乌克兰港口贸易受到了限制,冯德莱恩就立足取消对乌克兰农产品的关税壁垒和入境限制。 在冯德莱恩价值观高于一切的大旗下号召下,多国家被迫开放了边境。 但冯德莱恩没有制定配套政策,比如放宽各国农业补贴政策,解决后续进入西欧的运输问题。 冯德莱恩可以给美国交差,因为牺牲欧盟利益,无条件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下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。 但是,波兰可不想白白付出。 对于波兰来说,就算乌克兰农产品不在当地销售,但它卖到西欧也是个可怕的竞争者。 而农民选票对东欧政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,波兰政客是在明知自己无法兑现对乌克兰承诺的情况下,对泽连斯基撒谎。 泽连斯基自己也拎不清,他觉得有冯德莱恩和美国罩着,一切都很合理。 现在波兰带头插刀,乌克兰的问题就严重了。 欧盟边境关闭,乌克兰想在夏天之前将农产品卖出去,就只剩下了黑海通道。 乌克兰已几乎成了内陆国家,它在联合国安理会帮助下与土耳其和俄罗斯谈判后,达成了黑海粮食倡议。 去年7月22日签署。 根据协议,乌克兰有三个港口可以进行海上贸易。 在自动延期120天后,该协议于今年3月18日到期。 在一些大国协调下,俄罗斯同意在延长60天到5月18日。 但欧盟市场怎么办? 美国可能会出手施压波兰,冯德莱恩在美国表态后也会跟上,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波兰插刀固然缺德,它真正目标是西乌克兰土地。 等乌克兰完蛋了,它可以用购地或托管方式夺取乌克兰边境州、匈牙利、斯洛伐克、罗马尼亚又何尝没有领土野心呢? 但乌克兰自己不可恨吗? 整天拽得跟258万似的。 现在乌克兰方面只能头痛一头,脚痛一脚,它希望能无限期延长,黑海粮食倡议并开放更多的港口。 但这是美国帮不了乌克兰,甚至不想帮,因为要解除一些对俄制裁。 其实,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大国能帮乌克兰扩大黑海通道,并且长期化。 而且这个大国还有能力在下半年或者明年采购大量乌克兰农产品。 然而,好死不死,泽连斯基政府却在如此关键时刻制裁该国的某品牌手机。 制裁令是在4月13日宣布的,结果在两天之后就被波兰插了一刀。 乌克兰这不是自己找死吗? 那乌克兰就自己解决吧,欧盟市场看美国怎么帮你,要不叫美国进口你家农产品。 海陆贸易通道怎么延长,有本事自己去找俄罗斯谈吧。 泽连斯基真以为自己是什么? 真以为价值观高于一切。 波兰已经告诉他,这些并不值钱。 乌克兰就是21世纪的一出国家级悲剧,最讽刺的是,这场悲剧是由喜剧演员来完成的。